來,我們上次上到第幾...哪裡? 我們要... 喔,要來了 好,來,我們來看上次上到第幾段 上次上到哪裡? 喔,OK,我看到他就有了 好,來,我來看齁 Coast Guard officials are trying to unravel the riddle of where these ghostly folks came from and what happened to those on board? OK,來,今天先來看齁 好,這一段大概是什麼意思呢? Cost Guard officials 第一個是official這個字 我們知道辦公室是什麼? office Office,對不對? Office是辦公室 所以去E加IAL 那就會變成official 所以我們講說官方的 那當然你再加個s 他也可以當名詞用 所以在這個地方 記得好用的方法 當你看到b動詞 當你看到b動詞 m is are was where 是幾個單字? m is are was where 我們講說b動詞 的前面 那就一定是什麼?主詞 只要是這幾個字 但不包括b跟b b還有b 這三個不是喔 也就是說這一組前為 什麼?主詞 這是一個很好的判斷方法 有的時候我們在想說 欸,這個句子 我找不到主詞 主詞在哪? 看這個 所以很簡單 我們這樣一畫過來 這個地方就是主詞 那當然他超過了一個字嘛 我們看一二三三個 一二三三個 那這時候我們就要先判斷一下 這算什麼名詞呢? 這叫什麼? 齊合名詞拿幾種寫法 齊合名詞的寫法第一種是什麼? N 空格N 第二種呢 N N連在一起 第三種呢 N 橫槓N 第四種呢 N O N 基本上我們講說集合名詞 十大部分是用這四種形式來寫 那這一種是哪一種呢? 第一種 第一種 那這四種中 要怎麼判斷它是 單數、負數 看這個 看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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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種呢 看後面 看哪個 看前面 看前面 我舉個例子 就是這樣 One of the boats is thinking 我說有一艘船 正在沉下去 One of the boats 這些船之中有一艘要沉下去 我用one 來當不定代名詞 只說三的 三艘船中的其中一個 我前面這個是單數 自然配的是 extinct 對不對 所以 我們先了解 集合名詞不見的 一定是看後面 也有看前面 因為N of N就是小的of 大封 小的of 大封 那來先看 co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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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ards 就是什麼 海岸 巡邏隊 再加一個什麼 oficials 關東海岸巡邏隊 ce r tunt 記得 b 動詞加 inse 齁 試試看 try try 是動詞 對不對 try 是動詞 那在try是什么样的动词呢 有动作还没动作 没动作 因为try叫尝试嘛 所以自然没动作 所以它是个情态 我们现在套用一个很奇怪的公式 在这边是什么 try to unravel 这个字很特别 它是个V 当然这个字我们一般应该也用不到 就台湾 台湾我们有时候讲说 什么叫reader reader在国中是要必备的单字 国中要背reader 你们知道reader是什么 什么意思 谜语 谜语就是谜语 所以我们在中原节好像猜语 就是 很多时候讲 solve the reader 解开来 解 解开或者去解答 或者去答这个什么 解开这个谜题 那当然外国人就用这个字 unravel unravel 对不对 对不对 revel的话是什么 好像我们在绑鞋带 而绑起来 un的时候就是 松滑 对不对 所以这边是一个反方向松滑 所以我们看这个地方有个 有个动词片也叫做 unravel the reader of 什么东西 那当然这边有一段文法 我们再来讲一下 那当然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一个can can 它应该是个ved 我们现在来讲一下 我知道这是第一个句子 有的人说 那老师那第二个句子在哪 那我这边过来就看到一个动词 所以换句话来说 第二个句子有可能在这里出现 可是呢我看到了这个是一个疑问代名词在这个地方 那我看到这个那先首先can can的现在字叫什么 can can 那现在分字叫 can 过去是叫什么can can 过去分字叫 不是最难 叫做什么can can 这个字 这个字 通常 去测试 叫不太容易考 叫不太容易考 那考出来一定有人挂 因为 它这个最后一type vpp 是一个很特别的变化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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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得到一个答案 过去是can 过去分字不是can 是can 所以以此类推 它这边用的是什么 过去是吗 它不是用过去分字喔 假设这是coming或者是can 那这就不一定是主词 为什么不一定是主词 因为分字前 我不知道分字前 我不知道分字前的到底是什么词啊 但是我知道过去事前的这个词是什么词 主词 所以我在那里画一条线 这个地方就是主词了 我用怎么判断的方法呢 我先发现can 是ved 而ved的话它不是vpp 如果是vpp 我不能断定它是不是主词 但是它是ved 那就一定是主词 所以我在这边先大胆的假写上 这边写下2 大胆写下2 而且我发现this 是指定带名词 指定带 换句来说指定带后面的这个 就叫主词 介于指定带跟动词夹在中间的那个 就是名词的话 就一定是主词 所以this goes goes是什么词 上面讲goes是什么 名词 那加到ly是什么 fools 所以this goes to live goes 这些怎样有 充满鬼魂的船 come from 来自 and what happened 主词 VEP what happened什么 to 接系之后 受词在board to those on board 给了那一些 所以这边还有一个什么 这些什么 指定带 又一个指定带 those those 这些什么人 on board 好了 那这是地方 我先拍这照 然后我要开始做下一个分解巨型 啊 少了小火车就可以 啊 所以我把这边 我现在要做分解对有超吗 差了 好 ok 我这边要做一个进阶了 来 让我们了解一下 它这个巨型是怎么来的 ok 首先在这个地方 我现在来 配色的 好 配色的 好 我现在先把他写的简短一点 好 全超太长了 officials try to unravel the riddle of 什么东西 好 这些人想要解开一个谜题 我现在就随便写一个字好了 我们现在 呃 好 我们随便写台湾好了 我现在就很瞎的随便写一个说 啊 这些专业人员啊 他们想解开一个台湾的谜题 都可以 reader of Taiwan 就等于什么 台湾 reader 我现在随便写一个哈 那这个 这 这只是一个代入法 好 我们再写 第二个哈 我又称便 啊 these go so the boats can from 对不对 can from 什么地方 直接 空的过来 那 因为这是对等连接词嘛 对等连接词在and 这个地方 换句话来说 喔 那 待會兒我們像假設不要寫臺灣 我們把他講成A好了 A A 假設他是一個未知的 想解開一個來自A的謎題 這些東西這些船是來自A 什麼發生的 給這些A在A上面的 A的甲上 對甲板上 A 所以得到一個結論 這三個獨立句子 1 2 3 他們的共通點在哪裡 就在這個什麼 未知的A 而當我發現這個A可能是個地方 可能是個地方 對不對 所以我把A 因為不知道嘛 所以我用where來取代 officials try to unravel the riddle of where 那當然第一句跟第二句做合併嘛對不對 因為我不知道在哪 where 一二句合併時 第一句的where 是這個where 這個某個地方 跟第二句的where 也是這個地方 那這個我們在做合併的時候就把第二句的這個where移到頭 放這裡 放這裡 好 聽了這一句 officials try to unravel the riddle of where these those came from 結束 但是在這個地方我又加了一個m在這個地方 因為它有一個第三句嘛對不對 what happen to be to those them them where where 對不對 to those on board 哦 我們可能還要寫個where或者我們講個what對不對 因為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where what on board 那當然因為在做合併 因為它很相近 所以我們這邊直接加個and在這個地方 因為二三次共聯 好 那我們就看上面這個句子就是這樣子做一個解析 就是 Coscar officials are trying to unravel the riddle of where 所以這是一個什麼 用where來這個疑問代名詞來做一個什麼 關西代名詞 好 那這是國中的文法 三年級的 關西 關西代名詞 這個關西代名詞 關西代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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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邊有個對等連接詞 所以換句話又是這邊有兩個關西代名詞 我們一下它是1 加2 3 好 這樣子的選字1 加2 and3 往下有居心哈 所以关系指序就是这样写的哈 可以课的这个课 可差了吗 可差 那有录影的时候那个 他好乖哦 早上以前就录影了 啊不是上次录影那小伙子 我帮忙他下去 They're fast their best guess so far are is that the ships are from north korea 所以他这个意思是什么 这句子应该是什么意思 可以翻译一下大概最尖尖解释啊 目前最好的推测 就是那个查理 都来自北韩 OK好 这个句子中的两个主词分别为 这是几个词 几个词句 两个 两个 分别是 lay 这个是主词 是 应该是吧 来 逼动词在哪 is is 呃 我们在教文法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我假设这个句子之后你有不认识的单字 但是我怎么知道不认识的单字中哪一个是主词 逼动词前 逼动词前 逼动词主词 哎 对啊 逼动词前 那就一定是主词 这才是学文法的真正的追求的那个点 因为我不知道 前面那个是什么 什么词 但是我先找出我知道的 例如说是逼动词 当然有的人说学文法干嘛 学文法的特性就是当你能分析具体 比较容易吸收 有些明年写的句子很奇怪 你才记得住 不然硬背绝对不可能背起来 所以这个句子很好玩 因为你往前推的话 r的前面 比较容易找 第一个名字是什么 ships ships 所以不用说啦 就是那个字就是主词 这是第一个主词 只要容易找到 一字的前面 那就看哪个字是主词 far是名词吗 行动词 对不对 行动词负词不是吗 soul呢 不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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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ess 不许 不许 是道词 来 这就来了 best是形容词 形容词 形容什么词 非 非 所以这个就是主词 这就是一个答案 我们用推理法 那there是什么 叫做所有格 所有格是什么 my your his her is our there 所有格是什么 所有格是形容词的一种 是指定词 所有my the best guess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双负词修饰 所以它是个反向修饰 这叫反向修饰 最好又最接近的猜测 is 就是那个东西 所以我们用that来取代什么 那个东西 is 那件东西 所以这又是个指定代 指定代然后当什么 关系代名词 指定代当关系代名词 然后我现在这边有一个国中文法 稍微可以讲一下 我们可以稍微复习一下 复习什么呢 关系代名词 有没有人知道关系代名词有哪些字 关系代名词有哪些字 知道吗 you what you where you when you 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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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ch 那当然这几个字我们俗称叫什么 wh pattern 用来做什么 疑问 用什么用来造问句的嘛 对不对 所以他们都是什么 疑问代名词 wh 这个wh 用来造问句的 那当然这些字我为什么要先讲一下这个 因为其实是国三的范围比较难点 然后 这个net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先讲一下 who who 这些代名词之中没有分阻隔跟受隔 what的阻隔叫做what what的受隔还是什么what who的阻隔叫wh who who的受隔叫做wh 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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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格 叫 whom 所有格 叫 whose 先講第一個重點 主格 叫 who so 格 叫 whom 所有格 叫 whose 這是第一點 再來 為什麼它會有三格 因為它是人稱代名詞 給人用的代名詞 所以自然有分 你我 我的 你的 他的 我是主持的我 這樣 那好玩就好玩在這一點 也就是說 這個 who 是給人用的 那它的好朋友是誰 這個後面再講這個東西 大概是事物 這 我們一般來說是這樣推 就是說 後面這跟人有關 我沒有 who 後面這跟事物有關 我沒有 who 那來了 that 是幹什麼的 但俗稱 我們稱它這個簡易用法 所以不管是人或事物 我都直接用什麼 that 那就是國三文法 比較困難一點 這樣子用 也就是不管是人是物 我都用 that 他就是 那老師那我乾脆全部都用 that 就好了 我幹嘛還要管它是 who 還是 who 其實講老實話 嗯 基本上 大部分人的認知是 如果跟人有關我沒有 who 如果跟人無關 通常都用 that 如果你不想做的話 這個是比較保險 很少人說用 that 就不會錯 那我聽懂 所以 所以 the best guess so far is that the ships the ships are from North Korea 這是一個屁方 the ships are from North Korea 其何名字 好 那 我們拿這個當什麼 關帶 關帶 the ships are from North Korea 好 那些船 對不對 好 我們把它 跟這個怎樣 串合在一起 在中間 好 所以它同時是這個字 最後一個字 或下一個字的特定的那個詞 好 所以意思說 喔 下面這些船 that the ships that 那些船 are from North Korea 對 對 可以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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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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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妳看下一個嗎 one crew pointing. One crew pointing in that direction. It's Korean letter. On the hull, on the hull of a boat containing ten decomposing bodies. One of three boats that were found a drift of the city. Wajima on the west coast of Japan on November 20th. One crew pointing in that direction. It's Korean lettering on the hull of the boat containing ten decomposing bodies. One of the three boats that were found a drift of the city of Wajima on the west coast of Japan on November 20th. Okay. pointing the direction is Korean lettering 第一個字是什麼 就是什麼 有避藏詞耶 韓國的字 on the hull of the boat 所以在船的身體有十個分解的字 十個分解字對不對 而且它是韓語 韓國字 so one of the people that were found the dream of the city 所以他們是其中一艘船一直從什麼 Wajima這個城市的西 的西岸邊一直漂流出去 從這Wajima這個城市的西邊 飄流出去 那當然我們先來看 找到第一個B動詞 Ease One crew pointing that direction 首先先看 這個叫做direction direction是方向 結果我發現在這個 that direction 那個方向 指定帶後面加那個 所以我就發現 哇前面這個到底是什麼意思啊 我好像感覺這個主詞指句有點長了 但是又感覺不出來什麼叫one crew pointing 所以point 我們先看one crew pointing 首先pointing是來自哪個字 point 第一點 point可以當什麼詞 動詞跟名詞 動詞跟名詞 這是第一個重點 point可以當動詞跟名詞 已經是他的動詞 已經是他的動詞 所以意思就是說one crew is pointing 我先把意思補回來 其中一個謎題的答案解答 一個答案正指向 是不是我們是用這個 逼動詞加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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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上寫過了 第一點齁 我先把這個 第一個句子 現在反寫回來 one crew is pointing 我先寫進來 one crew is pointing 其中一個one crew 一個謎題的解答 正指向 v-i-n-g one crew is pointing pointing什麼 pointing一個東西 指向一個東西嘛 指向哪個東西 that direction 這個第一點 我先把這個第一個句子寫回來 或者我用現在式寫 one crew points that direction 我先把第二種寫法寫進來 第二種寫法寫進來 那現在出現個問題來了 它point是什麼 one crew points that direction 然後我先把第二個 再把第二個另句寫出來 第二個句子 我們把它分出來 在什麼 direction 什麼 is korean letter 我把letter這個字 L-E-T-T-E-R letter可以當什麼 說可以當信封還可以當什麼 單字字體 是字體 letters 一個letter 兩個letter 三個letter 一個字 兩個字 三個字 所以我們來看一跟二 兩個做合併 有沒有現在注意到 one crew is pointing turning 什麼 that direction 受詞在哪裡 that direction 第二句的主詞在哪裡 the direction 第二句的主詞在哪裡 is korean lettering 所以我們講喔 這種合併劇情 就是當第一個句子的後面的受詞 跟第二個句子的主詞 為同一個字時 該什麼 合併 就是這樣合併 首先我們變成one crew 你如果這邊寫意子 這邊再寫意子 是不是兩個就對撞了 火車撞爆 所以我把它改成什麼 v ing 分詞 其實它意思就是 我少掉的b動詞在這裡 我把這邊分詞化 我把這邊分詞化 所以one crew pointing one crew pointing v ing that direction is korean lettering v ing 其中一個大方向就是 哇 它是韓國字 on的 在哪裡咧 所以我們現在要寫什麼 是不是要跑 完了它是什麼 who of a boat 對不對 對不對 名詞 of 名詞 對不對 集合名詞 集合名詞 對不對 那這很好玩 齁 who of a boat 如果寫的白話一點會變什麼 如果叫船體叫什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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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寫法 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寫白話一點就是 船的身體 對不對 船身嘛 the boat body 對不對 這是簡單一點的寫法 齁 齁 但是這邊我們先看看怎樣 who of body 這時候呢 注意看 連續兩個ing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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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所以你看 is korean lettering 所以我們看齁 is korean lettering 然後直接對上這個字 如果我不看這個前面 終於講了這一句 is korean lettering containing chang composing body 好我可以這樣寫 好我先把它拆下來 然後 你有沒有寫一個 好特殊寫法 我現在不是已經拍了嗎 嗯 我們還是要做教案啊 那David老師有個好習慣就是我 我都有拆下來 有些人 像今天就有人 又有家長這樣 小孩子什麼都沒有寫筆記 都沒有寫筆記 哇 我沒有辦法去要求每個人 一定會抄筆記 但是 唯一個 唯一個 唯一個特別就是 我有寫 有些人太聰明了 不喜歡抄問 你知道嗎 來 重點來了 齁 來看我們講的高階文法 我現在寫一個簡單 這個句頭寫短一點 這個字 是 原來 原來 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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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再把刚才这个句子再重新的再写一遍 我把它写的更短一点 The direction is Korean lettering containing 10 decomposing bodies 我现在把它再截短一点 i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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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人告诉我第一个字的ing或什么ing 因为想去中流器 它前面有一种词 对不对 e加整个e 所以这还有一句意思喔 给它感觉好像是現在刚刚写上去的字 如果你写主词 be lettering 许一来说我现在这样写 这什么意思 我在写字 其实除了在写字 还有一点感觉我在刻字的意思 这是第一种用法 这个对应的是哪个呢 direction containing 这就不是 lettering 直接对上的containing 它是什么 direction containing 对不对 方向包含这什么东西 这是因为前面有了一个ving 所以后面再配ving 那这个并且给你看一个 形容词的感觉 OK 第一个 这个感觉像动作 有没有形容词的感觉呢 嗯 我觉得有一点有 又有一点像动名词 比较像动名词 vn 这个比较像什么 形容词 然后最后一个什么 can decomposing body 然后我们看一下解释是什么 decomposing 对不对 分解的body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 已经看出来它是怎么弄的 所以这个也像是什么 vn 分解的 那个 但也可以有形容词的感觉 因为分解的身体 跟破碎的身体 尸块 其实意思是差不多 但尸块的话就比较偏向名词 那你分解的身体 被分解的身体 那可能偏向那 好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bodies so one of three one是一个什么 数量形容词 并且当不定代名词 所以你看 three both 对不对 three 数量形容词 bodies 那 记得看看这边是什么 where 是什么 b动词 对不对 where 是个b动词的过去式 对不对 那 既然它是b动词 所以前就叫什么 主 词 前面就是什么 主 词 所以主词在哪个字呢 主词在哪个字呢 where 的前面那个主词 在哪呢 哪个是主词 three both one of three but 那哪个是最主要的主词 but 猜猜猜猜猜猜 one of but 哪个才是真主词 诶我先讲哦 一般 这个句子 我们要研讨就是 请问你 where 是单数 复数 复数 对 see both see both 这个蛮好玩的哦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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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觉得这个句子真正该修改的是 这个地方蛮好玩的哦 因为这个地方应该写的是 what 对 但是呢 他写的是wear 对 因为 one of the three both 是其中一艘船嘛 对不对 没有包含另外两艘 对不对 所以他应该是这一艘被找到 应该是被找到 可是现在来了 这一题 为什么作者还是用where found 为什么还是where found 而不是what found 知道为什么吗 明明他的真主词 他的真主词是一嘛 其中一艘嘛 对不对 其中一艘嘛 对不对 但是 其中一艘干嘛 用where的 所以他的意思蛤 蛮好玩的 他的意思是说 其实是找到三艘船 三艘船是确定的 哦 所以只有一艘有啊 对 三艘船是确定的 但是三艘船中有一艘 一艘船 不但 是 不但是找到的 而且他是怎样 drip up 啊 drip up 那当然drip 是漂流 drip 是一个动词 它叫漂流 好 那漂流这个字很好玩哦 漂流 我漂在哪里 我漂在哪里 不是加那个 a 开头 加那个a a a叫什么 a在字根叫做什么 远离 way嘛 方向 away就是什么 离开嘛 听懂这意思 way是方向嘛 away就是什么 远离嘛 是一样drip 叫漂流嘛 adrip 就是飘 越飘越远嘛 所以这时候你看的话 他的意思就是that 好 我们用一个指定 好 这三艘船 三艘船 that where found 听懂词加vpp a dream of the city of wajima 所以这是怎样 小的地方of大的地方 对不对 好 那或者我们讲说wajima的这个城市嘛 the city of wajima the city of wajima the city of wajima就等于什么 wajima city on the west coast 在怎样 on the 西边 西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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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我一般来说 我们除了讲japan coast 还有另外一个写法叫什么 日本海会叫做 japan coast japan coast 我应该不会这样写 coast japan 那如果我已经在japan coast 那通常那你才叫做日本海 japan coast japan coast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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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海通常就叫japan sea oh oh japan sea 不过好像没有 我们学地理词有japan sea吗 日本海 好像没有 因为它没接到 有日本海吗 沒有 但是他們這裡就是 泡清日本的邊邊那個海 不叫日本海 不叫日本海的話會叫什麼海 還有東海 什麼東西啊 什麼啊 November 時間 名詞 20s 20s是誰啊 沒有 方體是什麼啊 20的名詞 什麼啊 20號 那我先錄到這邊吧